王如璇昨天说明军载买卖的争议 但是外界依然质疑 他是否利用人头炒作军载 以及可能有逃漏税 最新的消息是国税局昨天晚上证实了 民进党立委段一康据名检举王如璇 现在国税局已经立案调查 段一康在日前指出王如璇为了规避眷改条例 有些军载根本还没有过户 就先将房屋权益转手卖出 这属于权利买卖 应该要并入综合所得税 克税 如果王如璇有获利却没有申报 就算是逃漏税 国税局表示相关的所得税和赠予税的检举 都会照规定来调查处理